今天想拍一個Get Unready With Me 類似一個晚間護理的影片 其實之前我也拍過的 但真的只坐在這裡說 這次動手做 剛剛設定了很久 設定了這個角度 加上我現在這個睡衣家裝 其實平時我是這樣的 穿件大T-shirt 穿一條褲子 之後穿件浴袍 有時候冷 有時候我也會穿一套睡衣 加上這個浴袍 我Get Unready 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 用兩塊貼 音不要掉下來 而且是雜計 之前我有雜過馬尾 但發現有時候洗臉的時候 頭髮會掉下來 有點麻煩 所以扎件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我家的真實版 真實look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了 其實平時我不是開這邊 去下妝那些 但這邊好像角度比較好 所以我有兩邊星盤 讓我現在弄好 平時我也是這樣的 弄高手帽 因為我的褲子比較矮 所以有時候洗臉水會流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都是這樣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在下妝之前當然需要洗手 而且我現在帶了麥克風 所以希望收音不會太吵 洗乾了手 首先第一部 風雨不改 搖一下它 就是用這個lancome的 是不是這件 這個眼唇卸妝液 這個是極大支板 是這個400ml 它們最大的尺寸 然後要搖勻它 這個是用了很多年 因為它是超級好 可以下到所有的 我平時這個全妝 還有我的唇 我塗一下輕輕的唇膏 我現在鏡頭不知道在哪裡 很不習慣這個設計 另外我用的化妝落妝棉 就是這個susado 而且這個已經回購了很多次 我有一包新的在這裡 包裡面它有多少張 看看 它有165張在裡面 很推介大家買這個 它的綿質地不算很厚 但又不是很薄 就是這樣的 因為有時候你也不想太厚 可能會吸光 有一條毛 你也不想吸光你的眼唇卸妝液 可能會用很多 所以這個很推介 已經回購了極多次 而且這個也是一樣的 而且我以下所說的 所有晚間的護膚品 所有全部都是一些 產品是我一直都回購 而且我很專一 對於護膚的這件事 再搖一下它 而且我平時 用開9張 我數一下 2 4 6 8 9 剛剛好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應該在看這邊 很多時候我都蠻準的 我一抽出來 就是9張 2張就是這個唇 然後是另外7張 3張3張眼 3張左眼 3張右眼 然後1張是2隻眼 加起來就是9張 通常我都會拿出來放在這裡 倒到差不多 倒到左右 弄好 然後現在對著鏡子 就是這樣印上去 不要太大力 大家因為始終眼的位置 真的比較 delicate 所以不要說抹 輕輕地印上去便會落到 好 而且這個眼唇卸妝液 非常強力 所以真的很重的眼妝 我現在化眼全妝 有閃閃眼 眼線 Mascara 全部都放到 即使防水的Mascara 都放到 好了 你看到 已經放到這麼多 不要嚇到大家 我的素顏樣 然後我通常都是這樣 我不肯定你們鏡頭看 會不會覺得很大力 但其實我很輕力 通常鏡頭 對 都是 人看起來肥一點 橫一點 真的矮一點 通常鏡頭 我通常丟掉 我有一個垃圾桶在這裡 經常都扔中 然後第二張 然後也是一樣 這樣按著它 忘了說 我這樣印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樣摺起來 然後再這樣 去 因為我的閃閃 有時候真的太小顆 而且我也會抹眉這裡 好了 到第三張了 看到了 看到了 真的少了很多 現在 看不看到很大分別呢 化妝跟人沒有化妝 超級大分別 不要嚇到大家 這個眼睛 再會抹多一次 因為我不是說三張三張 最後一張 但大致上你看到眼妝 其實已經掉了 然後我們重複 我的左眼 也是在做同一樣 我左右眼都抹了三次 到最後一次 再清一清它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都是這樣卸妝 我覺得如果你有很好的皮膚的時候 其實塗一點化妝品 已經足夠了 不用太多 而且不用那麼多東西去遮 如果你本身的皮膚 護膚做得好 然後 我們去最後一張 去確保 所有眼妝的殘餘物都出來了 有時候我覺得眼睛 可能還不夠清潔 我會再來一張 這個是第八張 因為我Stealer的眼影 閃粉很厲害 所以有時候我再會 抹到那張棉 什麼都沒有的位置 而且眼頭這個位置 經常塗著一點 也有一點點閃粉 但是呢 我待會再拍給你們看 不是這樣就圓 我的眼 徹底清潔 現在去到唇的地方 也是用同一支 我那個水 我少放一點 因為唇有時候太多的時候會吃到 用一點力也OK的 唇 看不看得到 而且我抹了一些粉底 還有這些 我不是塗了一些很厲害的唇膏 所以 不是說 需要用那麼多卸妝產品 因為兩張已經夠了 但如果我塗一些很厲害的唇膏 有時候可能要抹到 棉花在什麼都沒有為止 因為唇 也要極度徹底清潔 因為 如果不徹底清潔唇 很容易會變黑 還有什麼坑 你也不想 現在進入 下臉 我就是用這些油 去下臉部的妝容 因為我覺得是最乾淨的 還有其實我建議用油 多於用水 或者用其他東西 我覺得Eve Lom的膏 也OK的 但有一點麻煩 我覺得這個油方便一點 而且這個也回購了很多次 而且有一次他們傳了 試用給我 DHC的美國版 但我自己 他們還沒傳試用之前給我 我自己也一直這樣買 即使在香港我也是用他的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泵壞了 所以看到油流出來 平時是乾淨一點的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髒 油膩的 這麼多之中 油是清潔力最強的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好像很油 但始終會洗走他 而且要記住乳化 其實乳化 我準備會示範給大家 乳化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所以不會令毛孔閉塞 那些 而且為什麼我喜歡用油 比較多過這個 水那些 因為水要用棉花 我剛才用這個落妝棉 一來更多些棉 而且我感覺面部 那些皮膚 如果經常去抹的時候 感覺是鬆了 那些面皮 所以我覺得油會比較好一點 另一件事是水那些 沒有那麼徹底乾淨 除非有些日子我只塗防曬的時候 不是化底妝的時候 我就會用水 真的很方便快捷 我只塗兩噴 而且我未必能說話 因為我不想吃了油 兩下 就是這樣 這樣 通常我會再多一噴 首先兩下 再多一噴 三噴 總共用 而且我會擦眼睛這個位置 輕輕這樣 鼻打圈 鼻孔 嘴唇 面這個位置 而且不要忘記 接近發線這些位置 都很容易 有些殘餘的化妝 有沒有看到 我在眼附近 是向眼頭方向打圈的 大家 很多時候 可能打錯方向 是眼頭方向 這樣黑眼圈不會很大 這個就是用凍水洗臉 我經常用凍水 暖水也不會用的 洗了手 洗乾淨手 現在這樣擺乾它 看不看到 有一點點水 這樣就對了 現在怎樣呢 就是 這樣乳化 不習慣在鏡頭這樣 看不看到 乳白色的臉 沖一沖手 一樣 擺乾水 再來一次 而且不要忘記 鼻孔這些位置 旁邊也要乳化 第三次乳化 也是一樣 洗乾手 總共三次乳化完成 現在可以沖了臉 現在可以沖了它 轉頭再回來 剛剛我洗乾淨的臉 現在是全素環 臉還有一點濕 不過不用擦乾它 因為我們還沒完成 我們現在要用洗臉膏 平日如果我化全妝 我會用磨砂膏 這個是Felmont的磨砂膏 不一定要這個牌子 其實平日我也有用另一個牌子 叫做Derma E 我會加一封照片 我忘記了拿出來 因為現在正在用這個 是有筆筆 筆大約 這樣左右 用來洗臉 這個磨砂膏 我都覺得蠻好用的 不錯 但一件事 其實我不是太花錢 去這個洗臉的產品 因為始終我覺得 總之洗得乾淨就可以 日本牌子那些 其實也不錯 Derma E的磨砂膏 也洗得很乾淨 因為我覺得花錢的時候 花錢在護膚品上 會比較值得一點 因為洗了之後就沒有了 但眼唇卸妝液不同說法 因為我都用過一些便宜一點的 眼唇卸妝液 都是水油的 是刺眼的 所以眼唇卸妝液要花多一點錢 唯獨說 洗臉膏我覺得 用平價的也沒問題 好了 我現在放在手上 開一點水 然後就 開始洗了 首先這樣 開一開 水再搓勻 然後 肉泡 不停掉下來 而且現在拍影片 平時我沒有那麼多 我平時自己洗臉的時候 不用說那麼多 馬上下就可以了 首先就是 塗在臉上 打圈 鼻的位置很重要 鼻孔旁邊位置也很重要 其實整個臉都很重要 這個髮線位置 其實跟剛才一樣 你做那個 下妝油的時候 而且它的粒子很幼 比起Derma E的 比較粗 這個比較幼 而且你記住這個 下巴這個位置 徹底清潔 接著眼的位置 輕手一點 因為始終眼都比較 好 就是delicate 這個位置 好 差不多了 額頭搓一下暗瘡 臉這裡也有一點點暗瘡 就是這一粒 平時我會試在臉上 三暗瘡 但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過水 但記住 過水的時候 小時候手拿走 洗臉膏 那些 然後輕輕在眼裡 拉一下 洗一洗 因為我剛才完全沒有觸碰眼皮 那些 現在可以輕輕地 去洗一洗 經過一下 剛剛洗好臉 我還沒抹乾 我其實平時 用開這些廚房紙巾 去抹 通常不剝一格 因為我覺得 用毛巾的時候 讓我先抹乾 還有一些不太衛生 我也知道 可能會洗毛巾 清潔那些 但始終我覺得 這些 用積器的一塊 廚房紙巾會比較好 像我這樣 印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抹 因為始終 廚房紙巾比較粗 但我已經習慣了 已經用習慣了 所以不覺得很粗 而且平時如果用Tissue 會有一點點 好像毛粒 所以我覺得這些廚房紙巾 會比較好一點 讓我先抹這裡 因為通常 我洗完臉之後 整個星盤 很多水到處彈 因為可能我比較矮的關係 經常掉來掉去 首先要做的事情 我已經拿了護膚品 放在旁邊 就是用這個 MARBADESCU的Toner 其實平時我用SKII 但最近都用完了 而且我也有這個 所以先用這個 我已經訂了 三天開 這個 暫時覺得OK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因為始終都是Toner 那些 通常Toner的時候 我會這樣遮一遮 因為有時候會彈到我的頭髮 而且我的頭髮比較 可能亞洲人比較軟 所以很容易塌 所以我也不太想水碰到我的頭頂 除非洗臉有時候也碰到一點點 好了 好了 我也忘記了 知道了幾下 但感覺到臉 整個臉濕了就可以了 然後 嘩 吃到一點點 對 因為平時不會說話 還有一點點水 輕輕地拍 我不是很大力 其實真的很輕 這樣而已 拍了頸 第二件護膚品 就是Lapari Essence in Lotion 是一個 也是類似Toner的朋友 但厚身版 這個差不多用完了 這個我沒有回購 這一支是回購 但我沒有再買 因為暫時沒有折扣 因為我通常都是主婦 通常等可能 不知道買沒有多少錢 有張Gift Card 那些時候我才會買 這樣搓在手上 然後就 而且記住是向上 因為你不想 臉皮鬆 或者有紋 會對 所以我建議任何東西都是向上塗 除了可能化妝品的時候 因為向上是吸收的 這個Lotion 推不推介 其實沒有 因為始終Toner那類的東西 都很難說真的看到結果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大的評語 而且如果on budget的朋友 未必需要買到這個 因為你平時都用一個Toner 你再用另一個Toner 是厚身版的 未必要 下一件我會用的 就是這個SkinCeutical B5 Gel 也是回購了極度多次 已經 這個前幾天開的 因為一直這樣回購 一直慢慢用 這個 用一個Pump就可以了 這樣摺一Pump 到差不多 上下 看不到 原來 就可以了 也是這樣放在手上 然後這樣塗 這個可以塗在眼裡 而且很水 向上這樣塗 如果不能向上 其實橫塗 都可以的 總之不要向下塗 記住 好了 現在我感覺到B5 Gel 其實已經吸進我的皮膚 記住這些B5 Gel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記住要水油平衡 因為我接下來會用的Cream 通常Cream 除了水份的Cream 之外 大部份的Cream 都是屬於油 現在我們是用一些 也是比較 粒子比較小的東西 La Peri Eye Serum 這邊是英文 就是小小的 這個是Skin Caviar 那條Line 這個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所有用的東西 除了這一支之外 其他東西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只需要 按一下 然後一個 紅豆的份量 一個紅豆的份量 在第四隻手指 折下去 很水的 所以一個豆的份量就可以了 就這樣 分開 然後塗在眼底 輕輕這樣 放在上面 然後 向入打圈 大家 記住 眼的位置 是向眼頭方向打圈的 Make sure Serum 有在眼上 所以可以推到 不會很乾的去推 然後這樣 眼頭方向打圈 輕輕地打 而且在眼尾這個位置 很容易有皺紋的地方 再搓幾下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這裡不知為何 關了一粒瘡 很少在這些位置關了 不肯定 塗完粒子比較小的產品 進入到面部的Serum 剛剛這個B5 Gel 只是用來打底 現在真正的Serum出場了 就是這個Astelauder的Serum 其實也是回購的 但不是每次都用這個 有時候我試試Laperie 我有不同的Serum 但無論如何都需要這個B5 Gel去打底 暫時我正在用這個 然後 這個Serum 其實大部份Laperie 其他的Serum 一個粒子比起這個B5 Gel 比較厚 所以跟著我的步驟去塗就對了 對 我支一下 用一下 一下的份量就可以了 然後又是這樣搓一下 真的不要笑頸 有些朋友可能臉皮膚 很融光換化很漂亮 但頸有很多頸紋 所以真的不可以忽視 到下一項 就是這個眼霜 回購了超爆多次 這個 是去黑眼圈的Sucado 的眼霜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淺啡色的 這個是淺粉紅色 記得不要買錯 這個是for黑眼圈 這個眼霜非常有效 我就是大約不太多 的份量 放在第四個手指 而且真的看到效果 如果我沒用一段時間 真的黑眼圈跑出來 最近我也不是用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隔著用另一隻 Perry的眼霜 一會兒會給你看看 隔著這樣用 所以這邊的黑眼圈 好像跑出來 有一點可能要用這個才行 如果你保持這樣用 黑眼圈會洗了很多 首先就是這樣 在第四個手指這樣 然後印在眼上 塗均勻它 然後塗一點點在眼皮上 所以容易一點去打圈 然後向眼頭方向 也是一樣 這樣去打圈 大約10至20個圈 而且記住不要塗到眉上 因為之前我塗上眉上 有時候不小心打圈 打到眉上 你的眉會淺色 因為這個是美白的 LINE的眼霜 所以要小心一點 還有阿美的位置一樣 這樣去搓一下它 剛才也說過 我也會隔著用另一隻眼霜 就是這一隻 就是LAPERY的Platinum 這個Platinum 因為我之前買了一套LAPERY的東西 這樣一套 所以我就 用完 平日如果我只買這個 就未必會買的 但接下來這個 面霜我就會 這個比較便宜 一套LAPERY的產品 我也很喜歡 這個就是 對 間住這樣用 即是DEPEND 如果那一陣子 我覺得黑眼圈特別大 我就會不斷用這個SUSAIDO 到面霜 就是LAPERY的Platinum Wear的面霜 就是很大盒 盒子包裝很大 但其實裡面就是這樣的 而且很香 我用的份量不需要太多 還有另一隻LAPERY的面霜 我也有用的 就是Skin Caviar 藍色的LUX CREAM 但那個我就用完了 用那麼多份量就可以了 因為它推得很開 還有 始終我已經塗了一些 Serum 那些 塗CREAM 其實也是用來 包著剛才塗的所有產品 其實已經夠了 而且也要視乎你的年齡 我今年29歲 所以 我覺得這個份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再小一點 可能臉多出一點油 那你就要作用少一點 那個份量 那一隻LUX CREAM 其實我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而且這隻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通常我就是 年尾的時候 或者聖誕節的時候 很喜歡出套裝的 通常是那些時候我就買的 然後我現在 暫時先用這個 我到時候再出套裝的時候 再買 因為都可以耐久很久的一眼 雖然它們很貴 但可以耐久超級久 然後可能還有一點點靜 在手指上 我就這樣塗在頸上 我不會另外再塗 有時候也可能會另外塗 但通常都是塗在上去 除了剛剛說的 用完的LAPERRY的LUX CREAM 我都會用這個 間中 這個是美白的 用這個 同一條LINE 都是White Lucent 這個是美白的FACE CREAM 我偶爾也有用的 但不多 可能有時候 如果出去曬了之後 但我也很少曬 其實 會用這個 但也很少 但這個也是推介的 如果想美白的朋友 還有兩個步驟 就是暗瘡 在這裡 暗瘡 我生了一點點的痘痘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額頭這裡 還有剛剛說過 眼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會生了一顆 平常這些位置 是不會生的 可能我昨天敷了眼膜 所以不知道有關不關 然後這裡有一點 這個是Mario Badescu 跟我剛才這支Toner 牌子一樣 回購了極度多一次 暗瘡高非常強勁 很乾很乾 我通常塗完所有護膚品 像現在這樣 才去塗 塗的方法 就是有一支棉花棒 然後 直下去 應該展示這邊比較好 不用搖 千萬千萬不要搖 只塗粉紅色的粉 透明的水 其實是氧化學 是酒精 所以要小心一點 是有點麻痺的暗瘡高 然後好了 點我 覺得有壞東西的位置 點點 點 點 對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散了 然後 可能這裡 嗯 這裡 這個 嗯 這裡 這裡 差不多了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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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忽視唇 唇 我用這個Chanel的lip balm 也是回購了極度多次 就是這樣 要放我手指上去點 就是這樣 然後塗在嘴上 這樣完成我整個 皮膚治療程 還有 我通常都會再放頭髮下來 平時我就是這樣去睡覺 然後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不要讓我的素顏 嚇到你們 希望你們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好了 拜拜